大家好 今個冬天凍冰冰 煮一個鮮蝦丸豆腐煲 今次材料用新鮮蝦 是想保留蝦殼來煮蝦湯底 首先把蝦去 用牙籤挑去蝦腸 用菜刀拍扁蝦肉 切成小粒 再用菜刀剁碎蝦肉 加入醃蝦的調味料 攪拌 把蝦膠用手搭20下 分成4份 雙手濕水 將每份蝦膠拆成蝦丸 小鍋加少許油 爆香薑片和蔥白 加入蝦殼炒至鑽色 再加入水分 蓋蓋煮20分鐘 隔去蝦殼 煮好蝦湯底 令起沙鍋 加入蔥白和紅蘿蔔片 加入剛剛煮好的蝦湯 加入調味料 攪拌均勻 豆腐切片 放在鍋底 在豆腐上面 放上拆好的蝦丸 加蓋煮滾 轉小火 煮8分鐘後 就完成了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見 09.1 1 3 4 3 2 2